外卖小哥一直是传说中最神秘的组织团体 他们能文能武能抗能打 低调时隐匿于闹事之中 一旦出手又常常活跃在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板块 今天我们就来前排揭秘外卖骑士们的真实生活 林赵是一名凤与无阻的外卖骑士 在一次送外卖时邂逅了女神杨仪 然而不光彩的犯罪前科与卑贝的外卖职业 却让他在爱情来临之际驻足难行 难以欺齿 赵炼刚 女在地下通道卖访货的流露 一个谎称自己是电影导演 一个谎称自己是奢侈品经销商 两人沉浸在谎音编制的美梦中 不愿醒来 为了与前妻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王宝福拼命工作赚钱 在插出癌症后 让长大后的女儿 知道自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成为了他余生的夙愿 渴望被关注的小李造型浮夸 想成为耀眼瞩目的大人物 然而在生活面前 他却从来都不曾被真正的在乎过 电影《外卖骑士》是由杨立超指导 李新邦 郑凯 王涛等人共同主演 影片结合纪录片的形式 讲述了外卖小哥们的人生史教 当心酸 幸福 痛苦 欢乐交织在一起 进行人生百味 汇集百态人生 影片定档于11月22日线上首播 一起来为风雨无阻的骑士们点个赞吧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